曾经有一个小国家 他到中国去在南端 进攻了三个地罗家的小精神 就是精子做的小精神 精力归往中国的老皇帝 非常堪 开心的乐坏 哎呀 三个小精神真好 非常高兴 马上出发 来呀 留长 可小国啊 除了一道难题 想问王上 请问王上没有讲 你能告诉我 我们这三个小精神 哪一个最有价值啊 皇帝 想想 这么一个仰山痛大活 这个问题让我们丢人拿 马上就找着那种工匠 来把三个小精神称问亮 工艺 工匠看出来是国家 这下子一丢人拿 怎么倒是国家 怎么连这个小事都搞不懂呢 最后他进来了这个大禅师 这个大禅师 胸有成终 拿着三根金人的稻草 第一根插进了金人的耳朵 稻草从另一个耳朵出来 他拿起第二根 从金人的耳朵插进 嘴巴的耳朵掉了出来 第三根从华人的耳朵插进 没想到这个稻草掉进了肚子 什么身体都没有 前世说第三个金人是最有价值的 实者连续连续连续都成熟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们 最有价值的 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 两个耳朵的金的嘴 多听少说 善与清听 那是最有修行的人 最有基本的素质的人 他们就会来这些人 都没有计划 你这些人 他们都没有人 我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